来一个最快的 你慢点啊 慢 慢 慢 沒有 这ula T800 开健威 航空航天的苦兒 加油加油加油 我是我们的 截或一生 那一幕都 een 加油加油加油 做两次做两次 突然情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珐 欢迎来到星期视频 今天带你们参观一下 国家 训练机地 看看奥运冠军是怎么练神的 哈喽哈喽哈喽 老伯哥你好你好你好 这个是带我进来的好朋友 大家好我叫善竹 曾经担任过国家队的体能教练 还曾经担任过某位田径诗锦赛 亚军的私人体能师 这个基地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 科技含量最高的运动训练科研基地 虽然我现在更新视频减少了 但是像这个地方 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去体验的 你赶紧去带我去体验 坐好 我们首先先进行体质测试 因为没有精准评估就没有科学训练 测什么测体质 测体质我现在放心好了 我们这台测体质仪器 是全世界精准度最高的一个体身份测试仪 我其实不太需要精准度那么高 反正我是也都不期待测体质 兄弟们我们现在来到了运动表现评估中心 这里面有非常多牛逼的设备 让我们看看都有什么 咱们身后这个是基地的 这个做体成分的设备 DEXA双能X光扫描人体 能够把骨骼脂肪和肌肉的区分开 然后从而精准的判断出咱们身体成分的骨质含量 骨密度 脂肪含量和肌肉含量这些 来给运动员做一个整体的判断 精准到每一个部位 这样能够更好的高运动员制定他的下一步的减脂 包括他训练的计划 上百万的提示仪测出来的 到底跟我们平时家人的有什么不一样 不过你看你的左膝盖明天比右膝盖 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呢 做手术了还是 做手术了半摆摘除了 是你看你有地方亮一些的 它这就是你的骨头 因为它的密度大 反正过来的光线就强了 优秀 这一页主要看的是你的骨密度 其实基本上咱们做运动的人 骨密度的门 你看基本上绿色往上 总结一下就是上面判断出来 通过BMI设计出来 我是嘴胖 所以说BMI该摒弃了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六自由度馆 哇 这什么 对啊 这就是冠军们使用过的摄影 我能体验 它叫3D太空环 它主要是里面做这个平衡感 有核心训练 你看它有三个轴 就每个轴都可以360度的旋转 所以它可以达到1080度自由的旋转 1080度的旋转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像咱们平时用去跳水运动 或者体操运动 它在空中设计到几周的这种翻腾和旋转 在这个设备上面 它可以把你想做的动作提前编程编进去 你要翻转几圈 你要翻几周 你就可以在上面 让设备先带着你动 你的大脑和肌肉先被动的去适应这种姿势 然后再去真实的散场训练 其实我今天这房子想买一份 没有 我就 这样子我们人体的这个平衡功能 它是一共靠我们的视觉 味觉本体感觉来共同构成 就是说这个就是主要两个味觉 也就是我们的情形功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高跟随我的货币 谢谢大家 IC能 jer 这箱子停了吗 很厉害了 你有什么不适感 还行 是之前吧 我想知道他们一般每次做这个训练的时候要做多久 20到30 所以刚才核心非常累 所以很累 因为我要这个手撑着 这个手撑着 然后我要去跟他做对抗 每个角度的时候 你都需要让这里收得很紧 然后你脚也要踩实 然后你这边要很累 我做完以后 这个腐还写有点酸 对以后就在下 我忘记是核心训练器了 就我们这个场馆 你们看到叫六次游度训练 其实它指的就是身后咱们看到的这些设备 它都叫六次游度训练设备 它主要是给运动员做仿真模拟训练用 它模拟了咱们身体运动主要三个维度 就是水平面的X轴Y轴 还有垂直方向Z轴 这三个轴的平移加上旋转 就能够仿真还原咱们所有的运动状态 飞行源源来用它做什么 模拟起飞降落和巡航这些动作 但是运动员在这里就可以体验真实的赛道 做场景还原 但是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就是一个是降低训练风险 因为像这种雪车的项目 它最高的时速都能超过100公里每小时 如果运动员那天在军事赛道的训练 当然的风险很大 以往咱们比赛所有的这种设备 都是从德国进口的宝马他们生产的 这个是咱们国家自己生产的 你能坐下吗 这个给你体验 这个脚踩的地方 还有这个是左右保湿平衡 这边还有个手拉的地方 这个左右我可以坐 其实很精密的控制当中 我想知道这个跟我们这个体重大的有没有关系 这个项目一般体重运动员体重都会很大 他们体测数据就绝对力量都是最大的 好吧 我们去下一个场馆风动 全国第一个体育风动也是 咱们人一般站在上面吹到七到八几风 我们基本的站过 我我核心我的 他也这个 我核心我的 兄弟们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发型 平时吹风机用过吧 这个试试看了 现在一个自己反应 平时的小峰 对 他不应该一样吧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是我们的树枝啊 看我的机座 我的发型是谁啊 发型还挺是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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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已经是打台风了 哇 再加一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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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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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抬头12G了 我发现还可以吗 应该说对挺帅的 还有 以后买吹风机就要买这么个功力这么大的 我们刚才测的是八级大风 可以看到已经是这样子 其实已经有九级风了 就是这个你铁的速度已经比速度滑边还要快了 就已经是人类在这个地面上能达到的最快速度 那基本上就是属于在外面开车70多公里 我把头伸出去这种感觉 对应该跟你体验是一样 太形象了 怎么又出一身汗 天呐 我刚才感觉很凉快 为什么穿完风以后我怎么出这么多汗 这就是每个人是定制的吗 每个人都是定制的 每一个人都是定制的 包括你看到这个模型 很多都是根据运动员扫描 然后153G打印出来 这个人还挺壮的 会这么粗吗 当然了它们是下肢绝对力量太强 你摸一下它其实它是有比较深的立体的纹路的 它一方面是风阻小 一方面因为涉及到冬的项目 有冰刀它要防切割 强度要更好 同时这个有一部分它不是为了风阻 就为了美观了 对是花样花边 这是我最喜欢的项目 这种结构这种流线都是在风洞里面做过测试的 让它风阻到达最优 同时它强度很强 这是T800它建议航空航天的材料 T800包裹性很强 但是它整体很轻 这三天打印出来的太鲜 对 这三天打印出来的 哇 拆了 测试完一上午 现在肚子已经饿了 我们准备去吃国家队的运动员三天 运动员三天 然后这里面的所有食材都是经过反腥肤剂检测的 好吃吗 我想吃 绝对是顶级健身餐 顶级健身餐突然没有食欲了 这边既然有应该的770 他们竟然把这么贵的体脂一放在这里 放在食堂里面 时刻监督的运动员 少吃点 这也太残忍了吧 这食堂里面就直接是体脂肠 我先搞点昏的 看看啊 这不用食用餐 好了 200克 这很专业啊 200克的米饭 我们这个膳食纤维要补充到位了 我们来吃 好 100克 看看 放大箱 不行 我得把鸡蛋饶了 黄包的话是什么 没有合作 你是玩什么项目的 花样有用 你们都是吗 花样有用 你练了几年了 你们吃不容易 几克 一肯 真可爱 好 看看职业选手的食料 确实很健康 它基本上把卡路里已经算好了 多少卡也帮你算好了 这个虽然看上去很多 但是整体的热量都不算太高 那你也太健康了 我正在剪纸 剪纸 对 哇 现在我们来到了综合体能馆 看看这么多硬核的设备 像这里就是一些力量训练器 然后一些综合的力量训练架 像这里就是进行一些功能性 跑跳训练 这么大的草坪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大概有多少米 感觉好像有个50 30米 这炮多少 0.7 0.7 看着我 现在我要做一个30米的测试 曾经特别喜欢炮转炮 以前感觉就是吸盖没有受伤之前 就是特别的自由 你跑起来就能看出这个膝盖 所以兄弟们 你们不要追求短次的一个极限 一定要追求更长时间的运动生涯 也要延长自己的运动寿命 这个又是什么 3D核心动态训练器 好 好 合力 好力 这是升级版的平板支撑 加油 这个就是 确实是我们感受到它是3D的 对我们左右的这个核心都有冲击 核心的能力 核心的力量稳定性 在这个运动表现当中非常重要 至关重要 其实适用于任何运动的项目 对对对对 不光说是单单针对于比如说滑雪 比如说篮球足球 这种同场对抗 其实也需要这些 其实都需要 就比如说有人给你一个对抗的这个 冲击你了怎么办 对对 所以核心非常重要 也是一样我开始增强我的这个核心的训练 现在我感觉我腰部已经脱了一圈了 这边就是我们的基础体能管 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油氧区域 还有这个叫速度化的力量训练 主要以气组训练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气组 跟我们普通的监视房的那个有什么区别的 咱们看一下 这种气组设备其实主要的好处有几个 一个就是它增减重量很方便 就靠两个钮增和减就能完成 因为大家可以看它调控的阻力很精准 可以到0.1千克 气组的好处其实它能克服掉物理重量的惯性 因为杠铃其实它也有一个惯性 其实在咱们跳赶的时候 可能肩部已经不受到重量了 但气组呢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皮筋一直绑着我们 不管咱们怎么运动 它的阻力相对都是很变的 就是试炼嘛 靠的是其实功率更有穿透意义 你看我要慢慢的做一次2.3 如果很快的拉一台5带多 这样做下来10次 可能差距累积下来差距就很大 对于运轮的一个训练效果差的都不错 爆发力 它是蛮丝滑的 好快 打算一次 再 一千三 加油一千三 一千四 一千四 来就一次 可以了可以了 一千三 一千三 可以 今天这个训练强度还挺大的 前身训练 这个机器就是我们的人马级核心激励测试仪 它其实是可以360度测试我们整体的核心的一个动态的激励和稳定性 它这个上面都是传感器 就传感器感受你的核心的位置 就是它会对应到那个圆点上面 准备开始了 好 你看 你那个是红色的 对你就是那个红色的圆点 一样红色的点点进隔了往中间高 对对对对 我知道了 这个是 火石数 火石数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这个应该就是往上走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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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知道怎么发力了 我在飞机哪里 我感受一下 我往这边走 腿上加这里加 包括你肩膀那边都是有传感器 火石火石 火石火石还有四眼钟 加油加油加油 水灭 没吃 完全消失了 立结了 出汗了 你看这里都这个可以拍做鞋 Rule 一 Buddh 内护都是 对 这可以拍下它的数据 右上方这块的力量明顯要弱于正确的方向 T地步平 рег了 你这个问题不大 它基本上分散还是比较平均的 其实就是一样的弱 那时候我在实际的时候给高晶宇测过 就是那个速度画面的冠军 实话实说啊 不是高晶箱 差不多 真差不多 因为他们那个也很 就是不可能说每个角度 你这个其实很不错的 这次来测 我练完一个月之后 我再过来测 哦 自己跟自己比 等我做了第六个方向的时候 我终于搞懂它是什么样子 这边其实也需要发力 都需要发力 其实都需要发力 我本来只是在核心图 疯狂发力 好 现在我们要做下一个措施 这个机器叫做等速激励测试设备 像我们平常做杠铃是固定负重来做动作 像这个机器就是固定动作的速度 就是动作的全幅度 它的速度都是一致的 然后你来全程发力 像这个器械最大的价值 就是可以很好的测试出 你大腿前后的激励是否平衡 如果你大腿前后激励不平衡 它会很好的进行一个筛查 这是这个器械一个最大的价值 所以就有的人它是其实爆发力强 但它缓冲比较 没错 没错 你像我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以前我膝盖是怎么断掉的 当时一世纪告诉我 因为我往前冲的力比较大 对 这个力比较大 对 但是我想支撑的时候支撑不住 所以我后侧链比较弱 对对对 那其实这个设备就很好的 可以提前去排查出来 避免很多运动员受伤的风险 但这个机器我是真的理解不到 这已经是这么大一台设备 就为了测试这个 那有种钢铁厕 穿穿起来的感觉 对 我都已经要感觉起飞了 开始啊 加油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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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加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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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做两次 加油 打掉 好K了15K 突然清醒了 我现在已经没力气了 来点这个气泵 其实相差很多 80 100 差50 差50 蓝色就代表了我前侧 然后红色代表了我后侧 确实不均衡 而且相差蛮多的 我的整体的后侧脸都偏弱 我深蹲会比我硬拉的成绩要好很多 好 开始 加油加油 用力用力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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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 加油 最后一次 加油 用力 OK 第三次的 好神奇 你们可以看到 我在我的右边的话 很明显我的前侧跟我的后侧 都是比较均衡的 对 而且有好几次 反而是你看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有四次是你后侧比前侧比较好 难怪我左腿会容易受伤 左腿的这个后侧量 我是不是得单独练 做一个提前一个伤变的预防 一个筛查 是的 对 这是我练过最贵的腿居伸机器 这个加我方的腿居伸 也就三四万一台 这个腿居伸机器 可能上百万了 然后在冬奥阶居之后 因为目前我们这种大型的场 有社会公寓属性 有对外开放 所以那现在我们家呢 做了六块篮球场 因为篮球其实在中国的 勤动机器很强 然后在水上我们家人很热 你们可以看到 对 我们都在训练 基本上每个都满了是吧 对 国际场都来我们家做训练 打比赛 他同样有计时计分系统 可以满足国际的赛事实力 对啊 我觉得在这里训练真的太幸福了 而且它是室内的一个场地 你看室内没有一根钢柱 它是全通透的很方便 它靠的都是 咱们顶上这个网架版的身体 其实是超完美的场地 接下来我们到了这个 国家队的恢复再生的地方 咱们去的所有场网 叫往死里练 在这儿呢叫往活了救 它每天要这个充分的恢复 然后第二天才能继续高强度的训练 这样是避免运动损伤最好的方式 是 其实健美里面叫超练恢复嘛 我们其实是恢复非常重要 很多人只注重训练 尤其是应该是我们上一辈的运动员 只是猛练 但是不注重恢复 就会其实导致自己的运动表现 很难再往上去提升了 它分为几块 这一块是叫非药物的特色中医 也是现在其实国际上可能性 像真做了推拿了拔罐刮刮那些 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 促进这个消炎阵痛 其实我们的中医 对 传统的中医特色 像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超低温冷凉 它通过液氮能喷在人身上 速冻到零下170度最低 来帮助咱们做一个恢复再生 我在背那个 对 我自己在背站奥赛的时候 一周去两次 这个高度是可以调节的 然后液氮就从这儿喷出来 俞作人只需要把头露在外面 它能正常的呼吸 然后全身都可以进行速冻降伍 然后这两个呢是叫热代谢藏 它其实相当于小的桑拿房 是有理论表明在父亲的环境上 人体这个代谢包括吸收养分能力会更强 它可以在这个舱里面 让它变成一个父亲的环境 它除了这个正常的躺在上 那更高级电功能 它下面带水柱 就是水质的按摩床 OK 咱们传统的按摩床是机械的力量 这个是靠水所以更融合 这真的太爽啊 我能感觉那个水 它在按我的背 躺在水上它的压力分布很均匀 不像咱们躺在床上 其实只是肩颈或者是某几个关节 受力比较重 这个水都是很均匀的压力分布 这感觉好爽 如果是对奥东冠军的 因为我们这儿只有一天 原来在东奥备战也是 只有这个拿成绩的运动员 才能享受到这些福 什么感觉 它会有个水柱在积我的小腿 而且它还有水的声音 太爽了这个 如果说我再待一会儿 我跟你讲 我肯定直接去睡着了 这个感觉非常特别 它拿那个水 感觉在后面在捉你的这个 后背就在捉你的这个肌肉 仿佛我躺在那个对海滩边 然后而且有一种美女环绕的感觉 兄弟我真的太感谢你邀请我过来了 真的很有收获 其实我们体育人呢 我们体育人的使命 一方面是帮助专运动员 来提升他们的运动表现 其他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需要来帮助大众 通过科学运动的理念 来提升他们的身体素质 从而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我真的太有感触了 因为从08年奥运会开始 关注这个奥运会 关注我们的体育 我能够感受到我们 渐渐的从一个体育的大国 慢慢的开始变成一个体育的强国 有先进的这些设备 然后有你们这些专业的体能师 还有康复师 能够保证我们的运动员 然后每次在提升 每次在进步 我认为这个才真正的 才可以开始去发展你的体育 然后从基础开始 能够看到那种小朋友 五岁开始 接触体育 接触专业的训练 然后接触这么先进的设备 然后让他们爱上这个训练 对于未来说 他们的身心都是有好处的 全民运动才真正开始 体育强国离不开 镜头前的你们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 想看更多优势内容 别忘了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